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在尾巴冲突课题上 我国的立场明确支持巴勒斯坦 不过近期却有网民在社交媒体上 致公正党跟民政党加入了一个挺以色列的组织 叫做自由党国际 Liberal International引发争议 那自由党国际是一个由世界各个自由主义政党结合的国际政治组织 总部在英国伦敦 自由党国际曾经在10月7号发声明 声援以色列 并谴责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针对这件事 民政党总秘书罗家荣今天犯文告解释 由于跟自由党国际的政治理念相似 那民政党确实是成员之一 但是在尾巴课题上 他们并不同意声援以色列 忽视以色列的暴行 至于公正党方面 通信部长兼蓝眼宣传主任法米今天澄清 强调公正党不是组织的成员 也从来没有向自由党国际支付过 任何会员费 那目前公正党已经联系了该组织 并要求他们删除官网上 公正党名字的标志 针对被指与以色列的国际组织有关联 通信部长法米今天出席途邀节捐款活动后表示 一般上任何组织的成员都会受邀出席年度大会 但是公正党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自由党国际大会 尽管法米不否认安华曾受邀出席过自由党国际的相关活动 但是他强调安华并不是他们的成员 它是股票担任 不管如何 他们自由做成员的活动 但法米不一部分 自治党国际党国际 即使有在团队 Dr.C.Anwar Ibrahim曾经投入 参与活动或制党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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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 而不是为了公司 参与活动或制党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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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公司